房顶突然漏水 谁是破坏者 摄像头拍摄下了证据 他们的颜色怎么拆 当时又硬拽 你看这种就硬拽 探子亲切 但为何怀孕后 又放弃肚子里的小生命 没有办法 后来就和她丈夫上了之后 就被困选择了 让她给我流产 说法周刊 今日说法 周六特别奉献 欢迎收看本周的说法周刊 每过五年 小区的物业部门 就应该对小区的屋顶 进行检查和维修 防止有漏水的情况 给小区的业主们带来损失 北京有一位徐先生 他们家的楼顶也漏水了 不过不是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 那是为什么 前不久 北京的徐先生 发现自己家里 卫生间的屋顶 突然漏水了 当时水是从这个上头 一直流下来了 你看现在那个旁边 这些都是有缝 原来是很严密的 河上的 水全是有在这 徐先生家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 一个小区里 他家住顶楼28层 徐先生跑到楼顶一看 原来是他家安装在楼顶的 太阳能热水器破损了 一出来的水顺着上下水的管线 就漏进了他家里 仔细再一查看 徐先生还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脚印在上面 安装在楼顶只有三个月的 太阳能热水器居然漏水了 而且热水器上面 还有人的脚印 看来这是有人故意在破坏 徐先生平时没招谁 也没惹谁 这会是谁干的呢 随后徐先生想出了一个 制作破坏者的办法 在楼顶安装摄像头 没过几天 摄像头还真的拍摄下来了线索 通过摄像头拍摄下来的画面 徐先生发现 当时有三名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在太阳能热水器周围 看样子像是准备拆热水器 这让徐先生想起前不久家里漏水 很可能就是他们破坏造成的 他一气之下就报了警 民警的意思就是很明确 就说即便你要拆 现在你不能拆 而且就说你要拆的话 或者是你要有什么行动的话 你要通知110 而且还通知我本人 在报警的第二天 又发生了一件 让徐先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带了一帮人上去 有五六个人 当时就准备拆 就夏敬军当时是可能要拆我的 就在那拽管子 这段视频是徐先生当时拍摄的 那天上午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正在拆除他安装在楼顶的太阳能设备 而且锁上了通往楼顶的门 阻拦徐先生进入 那么小区物业 为什么要拆除徐先生家的太阳能设备呢 记者来到了负责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 了解情况 物业公司没有正面接受采访 但是同意了记录声音 物业公司经理向记者介绍 业主在购买房屋时和物业公司签订了业主公约 里面明确规定 业主不能擅自占用物业区域内的公共部位 公共设施设备或者改变用途 而徐先生私自在楼顶安装太阳能设备 就是侵占了业主共有的利益 这平时都是锁着的吗 对 就只有位的利益打开上来 对 这管子 这一效仿都把管子都给堵死了 我们在这通风处 这个管子就是他们接那个 对 接太阳能的那个管子 当时这么大一个呢 这个都不成了 这都是它压出来的 对 这个是天然了 压着压着压着 这弯以后 这都经验一下 多深的这个 这防律层呢 底下是用这个保温结构 是软质结构 是怕压的 而徐先生则认为 太阳能热水器采光的设备 就是要搭建在楼顶的 而且很多其他小区的居民 也有在楼顶安装使用太阳能设备的 为什么偏偏自己家的小区物业 不让安装太阳能呢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 就是说我安装一个太阳能 会给业主带来多大的伤害 因为第一就觉得安全是第一 然后环保健能 在徐先生看来 像太阳能热水器这样 既节能又能减少二氧化碳排量的环保产品 小区物业应该支持才对 那么作为普通百姓 要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呢 我们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 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向记者介绍 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 已建成的建筑物 住户可以在不影响其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 安装符合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的 太阳能利用系统 但另有约定的除外 可是有一条就是当事人 就是物业管理部门和业主要有约定 如果说没有达成约定 那还是最后还是不要做 据此物业公司认为 徐先生2009年8月 在楼顶安装太阳能设备时 并没有告知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曾多次告知过徐先生 拆掉设备 徐先生不听 无奈之下 他们才进行了这次的强拆 从我们9月份发现到 今年年初去办这个事情 多长时间 通过多次我们在他们家 去通知他去收 徐先生承认 他安装太阳能设备 有些欠考虑 但他认为 物业公司没有权利 私自拆毁属于他个人的私有财产 现在徐先生已将小区的物业公司 告上了法院 要求物业公司 赔偿他当初安装太阳能设备的费用 2800多元 现在徐先生和小区物业部门的这场官司 还在进行当中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国家正在大力的提倡利用太阳能 因为这是一种清洁能源 既可以降低我们使用能源的成本 又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所以小区的物业部门应该和业主们 共同的积极想办法 如何有效的利用太阳能 即便是业主在利用太阳能的过程当中 真的出现了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 那么小区的物业部门也应该学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否则只能激化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 无锡有一位刘女士结婚三年了 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最近她终于怀孕了 不过她却不得不放弃肚子里这个小生命 她遇到了什么难题呢 站在窗边的这个人是无锡市民刘女士 刘女士不愿意面对我们的镜头 刘女士的代理人说 刘女士今年27岁 结婚三年了 原本很想要个孩子 之所以被迫选择人工流产 是因为刘女士在那次怀孕期间 进行过X光透视 CT等等检查 还吃过一些孕妇禁用的药物 像有的药就是孕妇禁用 你像做CT和X光 特别是CT和X光 它都是X光呈现的 它是有辐射作用的 对她肯定是有影响的 为了生个健康的宝宝 选择流产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刘女士为什么要在怀孕期间 做那些检查 以及服用一些禁用药呢 如果没有这次车祸的话 她不会去做检查 也不会去使用这个药物 她是完全可以生下这个孩子的 原来一切都是从半年多前 刘女士遭遇的那场车祸开始的 去年9个月 刘女士的朋友骑着电动自行车 带着刘女士出去逛街 就在刘女士家附近的胡同口 电动自行车突然与对面驶来的一辆轿车撞上了 电动车被撞坏 刘女士和朋友都摔倒在地上 好在轿车车速不快 两个人都只是脸上和胳膊上擦破了点皮 交警部门很快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发现轿车行驶时 占用了电动自行车的道路 属于越界行驶 责任警署认定时 对方教士司机承担的是全部责任 赵氏轿车是无锡某公司的车辆 赵氏司机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但是据刘女士的代理人说 事故发生之后 赵氏司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当时就带着刘女士去医院 进行了仔细检查 又是做CT 又是做X光透视 检查之后发现 刘女士并没有伤到筋骨 只是些皮外伤 之后 刘女士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拿了药 钱也是赵氏司机付的 这件事原本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两个星期之后 刘女士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 有了一些变化 医生告诉她说怀孕了 那她当时就愣了 说那我两个星期之前 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 我做了X光CT 还用了很多抗生素和药物 治了一段时间 那后来医生就告诉她 小刘啊 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好 你这些检查 还有你使用的这些大量的药物 对胎儿都有致机作用 那你这个孩子是保不住了 你必须选择这个中置人审 就是说我们通俗的 所说的就是人工流产 在医生的建议下 刘女士做了人工流产 但是后来刘女士越想越觉得委屈 因为从车祸前一年时间 刘女士和丈夫就想要个孩子 好不容易怀上了 却因为一次车祸 不得不采取流产 现在生下来就是说 万一孩子是机型的怎么办呢 那谁都不会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因为现在是优生优异 就生一个孩子 如果是机型的话 这个孩子以后一辈子的事情 于是刘女士把赵氏司机告上了法庭 要求对方赔偿手术费 误工费及精神损失费 共计五万多元 赵氏司机一听被刘女士告了 十分不满 司机认为 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好了 刘女士的伤也给看了 刘女士后来流产 完全是他自行在医院做的 跟赵氏司机有什么关系呢 刘女士则说 如果不是赵氏车把自己撞伤 自己又怎么会去医院做检查和治疗呢 如果没有这次交通事故 小的就不可能去做人工流产 因为没有这次交通事故 他没有必要去做X光CT 各种检查 以及使用大量的对胎儿吃鸡的药物 然而赵氏司机又提出 刘女士明知自己想要孩子 可是在接受医院治疗时 又做检查又吃药 她也什么都没有说 刘女士自己也有责任 但刘女士说 自己在受伤的时候 还没有感觉到怀孕了 再说 车祸受的伤也不能不治啊 刘女士觉得自己很委屈 而赵氏司机则觉得自己很无辜 那么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在治疗交通事故的这个外伤的时候 那么服用的其中有一种 阿奇梅素是孕妇禁用的 就是说这个流产是必须要流产的 所以我们这样推论下来的 就是说交通事故 导致了她必须接受治疗 而治疗当中的这个药 又必然导致她流产 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关联性 肯定是100%的 法官认为 关联是存在的 但是刘女士也没有完全尽到注意义务 最后在法官的调节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赵氏司机给予刘女士 1万元作为经济补偿 刘女士还年轻 我们在这里祝愿 她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 得到盼望已久的小宝宝 有一份统计数据表明 截止到去年2009年底 国内的信用卡发卡数量 已经达到了1亿7千万张 在方便快捷的同时 信用卡的持有者和银行也在承担着风险 因为有一些不法分子就盯紧了这个信用卡的市场 不久前的一天 江苏省长州市工商银行发现 一家机票销售公司的账目有些异常 当时那一下午呢 大概有20GB 总额是30几万 这家机票销售公司 平常每天的交易金额只有数千元 可那天下午居然有30多万元 被划转到了那家机票销售公司的银行账户上 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现象 以往这家公司很少有涉外业务 可那天下午 所有的钱都是从境外不同国家的信用卡上 划转过来的 他这个票公司也没达到这种程度 而且老外也不可能买机票买的这么多 长州市工商银行于是向警方报案 警方立即赶到这家机票销售公司了解情况 警方发现 这家公司涉嫌从事信用砍诈骗活动 警方随即将公司负责人带回了公安局 公司负责人潘柳青交代 还有其他的犯罪嫌疑人参与了信用卡诈骗活动 其中一人叫杨波 此时杨波和十几名同伙就住在长州市的一家快捷酒店里 在酒店 警方控制了多名来自浙江上海等地的犯罪嫌疑人 这个人就是杨波 看到事已败露 他主动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根据杨波的举报 警方在长州市的另外一家酒店找到了那个重要人物 这就是被称为五姐的人 真名叫于江云 据说在信用卡诈骗领域 此人称得上是大姐大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怎样利用信用卡诈骗的呢 警方查明 在这个信用卡诈骗的犯罪链条上 共有三个环节 长州的潘柳青等人 首先申请开办一家机票销售公司 杨波等浙江上海籍的犯罪嫌疑人 带着境外信用卡 以买机票的名义到这家公司开展盗刷 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多境外信用卡呢 为杨波等犯罪嫌疑人提供境外信用卡的就是于江云 这种白色的卡片跟平常的信用卡构成完全一样 但是词条上没有任何信息 于江云拥有一项特殊的手段 那就是能把这些白色卡片变成境外信用卡 因为于江云曾经认识一些境外的不法分子 他能从这些人手中搞到境外信用卡的信息 搞到这些信息后 于江云就会复制出境外的信用卡 并提供给杨波进行盗刷 然后写到这张卡上 如果一旦成功 他们就根据这个网络进行测试 大概这个卡可以刷多少金额 盗刷成功后 信用卡上的钱就到了那家机票销售公司的账户上 随后于江云杨波潘柳青这些犯罪嫌疑人 就会立即分赃并马上逃之夭夭 除了那天被我们冻住的这个二十几万 已经成功刷卡刷了大概有三十七万多 都已经疯掉了 犯罪嫌疑人在疯狂盗刷信用卡之后 信用卡的真正持有者和银行就承担了全部的损失 目前这几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查机关 以涉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起诉至人民法院 以上就是本周说法周刊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